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介绍过如来古地上的十种特殊的能力 那么今天在接着呢 看无微 无微就是没有微域 六说的有四种 第一种是一切至无微 佛与大众讲经说法 这个大众包括九法界众生 佛说他是一切正直之人 如果没有真正正德 一切正直 一切正直要用我们通俗的话来说 事出世界 过去未来 无所不知 而且这个知是决定正确而没有错误的 这样的话 一般人不敢说 世间的圣人也不敢说这个话 佛 那么由此可知 佛确确实实 证得究竟圆满的智慧 而且佛确是一切众生 自信里头本具的 不是从外面来的 换一句话说 人人皆有啊 为什么我们的一切正直 丧失掉了呢 佛告诉我们 并没有丧失 而是迷失了 如果丧失 那就不能恢复了 迷失了可以恢复 只要破迷 你的智慧能力就恢复了 这是四世真相 也给我们带来了圆满的信心 那么现在 我们很想 破迷开悟啊 我们从下午大复问题 你看许许多多同学 都提出来 要怎么样 断发脑 怎样才能够 有把握 往生西方世界 挣得圆满的佛苦 这一类的话 我们听得很多 由此可知 大家 确确实实 有这个愿望 那么我们的 厌障 始终不能突破 原因在哪里 要用什么方法了 才能突破 这都是大家 迫切关心的问题 硬光大肆说的好 他教导我们 常常想到 我要死了 我要死了 我就要死了 如果我们有这个念头 主要知道 这个念头是正念 死了以后 决定多顶 如果我们天天 天天想这个问题 天天提醒自己 印足说 你念佛 不肯切 自然肯切 不相应 自然相应 为什么呢 你真能放得下了 我们今天的业障 不能突破 原因在哪里 放不下 为什么放不下呢 不知道死期将至 不知道三途恐怖 没有把这个事情呢 认真去想想 当然 一般年轻人 很难想象这个问题 你老了 六十岁以上了 在工作岗位上退休了 这个意识 比较强一点 为什么呢 他已经老了 接近死亡 所以这个问题 他才会认真地 来看待他 年轻人是疏忽掉了 你给他讲 他不相信了 来日方长 所以功夫不得了 印足 那是西方世界 大师至菩萨再来 大师至菩萨 九元节就成佛了 他是视线 做样子 给我们看的 我们要懂得 他自己 小佛堂里面 只供一尊 阿弥陀佛 墙壁上 写一个大字 死字 这就是教我们 怎样断 碍玉 怎样达到 一心 专念 深到西方 极乐世界 决定 一身 成就 你能够恢复 自性里面的 实力 死无微 十八部共法 本于无家政 不是从外来的 第二种呢 漏尽无微 漏射烦恼的代名词 佛可以说 世出世间 所有烦恼 等着 不是在如来果地上 就是等着 菩萨要说这个话 也是大妄语 为什么呢 他还有 最后一瓶 身相 无名为断 你怎么可以说 你断尽他 第三 不同的时代 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众生 由于迷惑颠倒 把佛法看错了 看偏了 以为这是邪法 障碍佛法的传播 破坏 破坏 这个 佛法的僧团 阻止人修行 这其中的意义 这其中的意义 古报 佛 佛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经文里头 有常说 比如佛 是在末法第二个一千年的第一个世纪 往后还有九千年 所以佛法里头没有说世界末日 但是这个世间 发运的有心斎 有起伏 我初修佛当家大师给我说过 佛法发运在现前这个阶段是摔走下坡 会不会起来呢 会起来 法运的心体 这个心衰 是在修学的人 不在法了 法哪里会有心衰 法哪里会有生命 没有啊 在人 某一个时期 人心向善 佛法就兴了 某一个时期 人心向悟 佛法就甩了 人要使好善应恶 佛法是最善的 大家都愿意修学 如果人要使反常 好恶应善 修佛的人少 佛法就甩了 我们看看现前这个社会 确实 社会一般大众啊 喜悟一眼善啊 你给他讲这善的 他摇头 他不相信 他不愿意接受 你给他讲啥到阴望 他欢喜啊 所以在这个时代 这个法运衰了 那会不会先起呢 会 肯定 人在这个时候 他一定受很多灾难 到灾难受够的时候 他觉悟了 他在晓得 这个路错了 他会回头啊 回头 佛法就兴了 所以佛佛 佛菩萨大慈大悲 众生纵然造灭佛的事情 佛也不会舍弃他 佛还是要救度他 佛永远是慈悲的 决定没有分别之处 永远是平等的 这个只有佛 与法身菩萨才能做到 一般人做不到的 第四个是说 净苦到无所谓 佛在讲经说法里面 说净苦到 苦 三我道苦啊 六道轮回苦啊 经 是在这个里头受经了 脱离了 永远脱离了 那佛菩萨永远脱离了 我道 他还来不来我道呢 他还来 常来 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境界 他来 他不受苦啊 说不可思议的境界 他来 他住一阵法界 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住六道轮回 他住一阵法界 这是什么原因 大臣经里面 这种讯息很多啊 佛给我们说了 每个人的境界都不一样 每一个众生的境界都不相同 所以法界无量无边啊 实是代表无尽 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的法界 有他自己的境界 法界从哪里来的呢 是从心相生 不要说无量众生呢 又无量法界 一个众生 我们自己 这一个人就无量法界 我很虔诚在念佛 佛法界 我念大悲观世音菩萨 菩萨法界 一念贪嗔痴 三我道的法界 就是一个人 在一天当中 从早到晚 就无量无量无边法界 不是从外头来的 是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 华音经上说的好吗 唯心属性 唯实所并 实就是心相 所以一切法从心相生 所以佛教我们专门相善 不要去相悟 道理在此地 这个是大制度论里面 讲的似无所谓 居宪论里头也有 也说服似无畏 第一个是正等觉无畏 第二个是漏永进无畏 第三个是设账法无畏 第四个是设除道无畏 这个居宪论的意思 跟制度论呢 可以说完全相同 这个下面呢 十八不共法 这些名词术语 六十八不共法 前面三条呢 是将身口语 永远没过失 这个是凡夫 二臣 菩萨 都做不到的 到唇上无过 信德 信德圆满 信心 第四 第五 第六 偏中在心上讲的 五不定性 我们知道如来古地上 他那个定境 是叫极灭的 清净极灭 永远住在大定当中 若且常在定 无有不定时 菩萨要到霸地 才能到这个境界 八地叫不动地了 不退转了 那么由此可止 七地以前 这个定呢 有的时候还会射掉 这个射掉就是退转 但是它时间很短 它能够再恢复 八地菩萨就不会 如来古地 就近圆满 第二呢 无意想心 意想是妄想 真心 理念 绝对没有念头 佛法里面 常讲正念 正念 无念 那么对一般初学人来说呢 方便说 正念 无邪念 那么换句话 正念还是有念 他们有邪念 这是什么人呢 这是法身大死 法身大死 也是佛了 分正为佛 他们没有邪念 如来古地上 正念邪念都没有 那才叫正念 正跟邪是相对的 六祖说得很好 相对的是二法了 二法就不是佛法了 那要我们套六祖 那个说话的 母识 邪法正法是二法 二法就不是佛法 佛法是不二法 真心永远没有念 那才叫真念 但是 他自自然然 能于 设法界 一切众生 感应大脚 众生有感 他就有印 为什么他没有念 他会印呢 法而如是 自自然然 所以这种境界 佛祖说法 说到没有法子 好说了 成为不思议 泄脱境界 这是真的 善物 两边都要学 两边学 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要 断 我修善 我们没有道 如来境界 我们不断 我修善 就决定 多三我道 所以 一定要这么做 祝福到这个世界来实习 他也这么做 自自然然这么做 你要问他 为什么 做个迷惑颠倒众生 做个榜样 给他看 这就叫大慈 大悲 这就叫 教化众生 少在讲 他自己不需要这么做 他表演 给别人看 就像唱戏一样 舞台上表演 在如来谷地上 这就叫 道家 所以 他没有意想 这个意想就是 邪阵 两边都没有 第三个是 五不知邪心 事出世间 一切法 决定 没有 制住 事出世间 一切法 统统放下 等着菩萨 还没有 如来谷地上 完全放下 为什么呢 等着菩萨 还 执着那一瓶 身相无名 他还分别 制住 他要不分别 制住 那他就 争得 圆满的 佛果 所以 要放下了 你放下的 越多 你的境界 就越高 在佛法讲 你的果位 就越殊胜 佛在 《经纲经》上 讲 法上印 谁 活宽 非法 那个法 是指佛法 佛法 尚且要 谁 谁就是 不知主 所以这个 谁 我们千万 不要错 毁了意思 我们真的 要谁了 不学了 那就糟了 这个谁 我们要 要学 但是不可以 执着 我们谁妄想 谁分别 谁执着 就对了 这个是佛 大乘佛法 常讲的 破裂 同时 没有先后 好 时间 到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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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